在插入函数里面的话呢 我们一样找到最近使用过if It's blank 这边的话插入一个It's blank函数 然后判断这一个 按确定 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我们就直接也是一样空字算 反之的话呢 把刚刚的那个v6函数 把它输出 让它去查表 那这个地方我把它改一下 刚刚是 这边改成 对照表是b2 特别是b2这个储存格 然后找到的话是 品名2 然后找第2按确定 OK 那底下的话呢 就直接点两下 自动查 查页 这应该OK的 好那全部都是用查的 去查表查到的 不过会有个问题啦 就是说 当然比较不理想 如果你以前是这样做的话 变成怎么样呢 你以后 如果你要能够填完之后 自动带出来变成 你要先 先把这些什么 一直往下填满 变成你要怎样 全部填完 它才会怎样 点了之后 才会出来 但是如果你底下没有 这个公式的话 它就 不walk 但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 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 你还要全部填完到100多万笔 那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通常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 其实可以改写什么 改写成 用VBI来判断 那VBI要怎么判断呢 其实这个问题 刚好就是 有一天晚上 突然那个 大概凌晨12点的时候 突然我有一个 FBI突然就 就打开 我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学生 很久没联络 他突然问我 他说 老师最近我有 我有个困难 我想说 半夜突然问我 跟我讲说困难 我第一个回想 他说 借钱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还好他不是跟我讲说借钱 他就是 丢了一个 他说 我有个VBI的问题 他说VBI有什么问题 他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按一下这个menu 旁边可以跳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我想还好 不是跟我借钱 OK 那这个问题后来 我就帮他解了 就是说 几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 但这个方法其实不太OK 最好是怎么样 如果这边有动作 这边跳出结果 如果不用函数 用什么 用VBI做的话 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有几个 几个认知 第一个 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不像一个按钮 前面我们 入门课有提到 按下按钮 就是 产生一个事件 叫做Click事件 Click这个动作 你要去做后面的程式 那这边是什么 当这个除尘格里面 改变了 对不对 你就是 再去做这些 如果这个除尘格里面 没改变的话 那就不做任何事情 这要怎么办 这个我想各位 也可以试试看 第一个先用函数方法做做看 但是不OK的话 可以换第二种方式来做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班 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